全家患病的因果 家住农村的阿波是村子里最调皮的孩子 桃鸟窝捉野兔这样的事情从来都少不了他 不过阿波最喜欢做的还是去村边的小河里捉泥丘 小朋友,你们在抓什么呢 叔叔,我们在抓泥丘的 是啊,这条河里有好多泥丘啊 我们已经抓了十几条了 你们抓这么多泥丘要做什么呀 阿波他非常喜欢吃泥丘了 我们抓泥丘给他带回家吃呢 哇,阿波,你喜欢吃泥丘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呀 泥丘非常好吃的 将它放进油锅里炸一下 可是又香又脆的 阿波,你和你老爸的口味简直是一模一样 你们一家人都那么喜欢吃泥丘 阿波真的长大了 竟然能抓这么多泥丘 是啊,阿波,你真是好棒的 其实这些泥丘是我的几位好朋友帮我一起抓的 他们家里都不吃这东西 所以就全部送给我了 是啊,很多人都不吃泥丘 这么美味的东西他们竟然不吃 真是没有口福啊 是啊,要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泥丘 该多好啊 阿波,趁着夏天你多抓一些泥丘 然后我将它们腌制成泥丘干 那样就算到了冬天 我们也会有泥丘吃的 真的吗,那太好了 明天我继续去河里抓泥丘 就这样,阿波捕捉了许多的泥丘 然后将其活生生地放在太阳底下晒死 一个夏天,不知道有多少条生命因此而丧命 你看啊,阿波家竟然抓了这么多条的泥丘挂在屋外 他们一家人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 这些泥丘数量看上去有不少啊 阿波他们一家人真是太残忍了 不过是吃一些泥丘罢了 怎么能说残忍啊 你是没看到他们一家人怎么对待这些泥丘 这些泥丘在活的时候便被他们用绳子串了起来 然后挂在外面进行晾晒 这些泥丘被悬挂起来后都还是活着的 他们得挣扎好长一段时间才会丧命 哎呀,这么说来真的很残忍啊 妈妈,你腌制的泥丘干真好吃啊 是吗,阿波,你喜欢吃那我就多做一些 你知道吗,今天我晾晒泥丘的时候 好多人说我太残忍了 竟然活着就将这些泥丘串了起来 有位老婆还说什么我这样杀生是要遭果报的 哼,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吃鱼吃肉,难道就不遭报应 转眼间,阿波长大成人了 他去了都市里谋生 每次回到家,他的父母都会准备一些泥丘给他吃 好吃,真好吃,实在是太美味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 你爸知道你要回来 特意去河里抓了好多泥丘呢 我知道在都市里想要吃到泥丘很不容易 所以就抓了一些让你解解馋 其实在都市里也是有卖泥丘的 只是价格卖得好贵哦 哎,对了,爸爸 我们可以抓泥丘去都市里卖 那样一定能赚不少钱的 哦,是吗 看来哪里都有喜欢吃泥丘的人呢 不知道都市里的人是喜欢将泥丘炸了吃 还是做成泥丘干呢 爸爸,你知道泥丘豆腐这道菜吗 泥丘豆腐? 不就是用泥丘炖豆腐吗 我们家也做过啊 爸爸,都市餐厅制作泥丘豆腐的方法很特殊的呢 那是用整块的豆腐放进锅里 然后再将活泥丘放进去 用小火慢慢加热 锅里的水慢慢热起来 那些泥丘便会往豆腐里钻 因为啊,豆腐里面是凉的 等到那些泥丘钻入豆腐里面 被烫死后 再将夹着泥丘的豆腐切成块 加入调料进行烹饪 哦,这种做法真是很独特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对,一会儿我就去河里抓一些活泥丘 晚上就按照阿波所说的方法 做来吃吃看 哇,这味道真是不错啊 是啊 所以很多都市里的人喜欢吃泥丘 爸爸,以后我们就抓泥丘来卖好了 嗯,这个主意不错的 就这样做 从那以后 阿波一家人便做起了泥丘生意 不但自己去河里捕抓 他们还发动村民一起捕抓 短短几年间 他们便发了财 在都市里买了房子 真没想到阿波一家人 竟然靠着泥丘发了财 是啊 以前大家还说他们 这样残害泥丘会遭到报应呢 现在看来他们一家人 不但没有遭到报应 反倒大赚了一笔 你们不要看阿波一家 你们不要看阿波一家 现在那么风光 只要他们一直这样杀生 果报很快便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 这世上真的有果报吗 果报真的很快便降临到了阿波家里 他的父亲突然感到身体疼痛不堪 甚至无法下床走路 哎 医生说你父亲这是骨头坏死 即便是进行手术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哎 不管怎么样 手术还是要做的 你看爸爸现在多痛苦啊 每天都痛得满头大汗 做完手术 至少会让他感觉好瘦些 嗯 老公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好痛啊 痛死我了 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往我骨头里钻 真的太难受了 啊 然而 阿波的父亲在手术后 没几天竟然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从发病到离世 仅仅不到十几天 夜落归根 阿波父亲的葬礼将在乡下老家举办 阿波家可真够倒霉的 刚刚花了一大笔钱给父亲做了手术 却因为突发的心脏病去世了 哎 现在可好 人才两空 你说 这会不会就是老伯所说的 杀生的报应啊 因果报应 如果真的是果报降临的话 那阿波和他母亲也会有危险啊 你看 今天在葬礼结束的酒席上 一直有那么多倪丘制作的菜 是啊 我们得去提醒他们一下 你们 这是在胡说什么呀 我父亲 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 这和泥丘 有什么关系 你们在说这种话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快离开我家 我们 不欢迎你们 看来阿波是不会相信我们的话 是啊 他继续这样杀生作恶下去 早晚有一天 果报也会降临到他身上的 果然 在半年之后 阿波莫名地染上了风湿病 骨关节和肌肉疼痛不堪 别说是去河里捕抓泥丘 就是走路都很辛苦 好痛 好痛 好痛啊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连想要站起来 都那么的痛啊 阿波 你别太着急了 医生说了 你这种病 要慢慢地治疗才行 妈 你知道吗 每天晚上 我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 在往我的骨头里钻似的 好痛啊 阿波 没事的 医生说你的病会治好的 妈 可是家里 哪里还有钱给我治病啊 爸爸的手术 已经将家里的积蓄花掉大半 现在 我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家里的收入来源全断了 这下要怎么办才好啊 阿波 你放心好了 还有妈妈的 为了赚钱给阿波治病 阿波的母亲 从早到晚地工作 终于有一天 他也染上了一种怪病 整日里 腰酸腿疼 没有办法 再工作的 阿波的妈妈 真是可怜啊 为了治病 卖掉了都市里的房子 可是 钱花了 病 却一直不见好转 是啊 现在他们俩人 也没有办法工作了 只能靠着邻居 救助来生活 真是太可怜了 哎 一个家庭 若是多灾多病 多横死 肯定是恶因恶缘 所造成的 善恶有报 所以千万不能 做恶事 不能杀生 否则 苦难灾病 便会找上的 嗯